这根素颜碳产地 欢迎您来到今天的水之盘中餐 我们每天都面对各种各样的食材 但是你真的了解它吗 我们今天要去溯源的是什么呢 春日时分 各种食令美味令人垂涎 而对于这些食令美食 大家最在乎的便是吃到它的原汁原味 番茄算得上是大众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了 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 人们越来越难买到能吃出番茄味的番茄了 但最近我们发现了一种号称有小时候味道的番茄 这种小个头的番茄 白开后个个都粉嫩多汁 自力饱满 吃到嘴里立刻就能感到酸酸的汁水 这种带有浓浓番茄味的番茄 究竟是怎么来的呢 我们根据包装上的地址 前往山东省德州市进行溯源 巨大的玻璃房子里 藏有怎样的秘密 刚一到这儿 我们的眼前出现了两个巨大的长方形房子 它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说明来以后 工作人员答应 带我们进入玻璃房子内部进行参观 穿过一道又一道门 我们没看出个眉目来 反倒是还有若干消毒程序等着我们 前方的屋子里会藏着怎样的秘密呢 工作人员说 戴上头套后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 哇 这里好热啊 你是看不见了是吧 你看我也看不见了 等视线渐渐清晰 我们立刻被眼前的景象震惊了 这里我们一共是18万株 18万株 走到两旁 密密麻麻地悬挂着无数条番茄藤 藤上悬挂着一串串鲜艳诱人的果实 更令我们惊讶的是 这儿的番茄不但数量多 藤还特别长 这个已经到四米了 四米 对 这么长 对 现在并且我们这个是才长了三个月 后期这个距离还要应该会更长 肯定20米甚至30米 这种番茄可以留两到三个侧枝 产量是传统番茄品种的好几十倍 工作人员看出我们跃跃欲试的心情 邀请编导也来体验一下 就是这样拿着一个手 直接把它这么拽下来就行 那咱们采摘的这个颜色有什么选择呀 颜色就是这样 红的这就已经是九成熟的了 咱们就是现在采摘就是这个七成熟的 七成熟以上的这个全部都采下来 就比这个红的都要采下来是吧 对 比这个红的都全得 摘了十几个下来 我们感觉到这样推着小车 一路摘下去似乎还挺轻松的 而就在这时一个麻烦出现了 咱们这个番茄如果太高了 摘不着怎么办 那我现在带你去找一个 能去能生理的家伙 这个好沉啊 你事业一下就开阔了 这个是我们的灯高车 我们的农职操作 几乎每个员工一手灯高车 它的作用就是说可以生可以叫 就是不会出现你够不到的情况 有了行动自如的升降机 工人们不需要怎么走动 就可以照顾好这些番茄 每当高处的番茄成熟后 工人们就会把绳子放下来一点 这样下面的人就能摘到了 那么这儿的番茄会不会就是我们要溯源的对象呢 这个口感是非常好吃的 我可以给你拿一个 你尝一尝试一下 刚咬下一口 熟悉的味觉记忆立刻被点亮 可以确定 这就是我们要找的有番茄味的番茄 因为我们这个品种叫心里红 吃到心里肯定是红彤彤的 就是说我们这个水分也比较饱满 里边还可以起砂 冰冷冷的番茄工厂里种的番茄 竟然能吃出美味 是使用了某种特殊的添加剂 还是用了什么高级的肥料呢 没想到王主管给出了一个 令我们惊讶的答案 这个玻璃有很大的功劳 这玻璃怎么看都挺普通的呀 怎么连玻璃都能拿来说事呢 它能够起到一个照耀镜的作用 也说咱们看到咱们的身后 是没有影子的 咱们的身后是没有影子的 编导转了一圈 发现脚下 只有光滑地板上 偷映出的人的倒影 而没有阳光照射到人身上后 在地面形成的影子 现在既不是中午 更不是在太阳直射的热带地区 能把影子偷走 这招摇镜果然有两下子 这会是一种怎样的玻璃 它对番茄的口感 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王主管建议我们 到玻璃跟前瞧瞧 由于室内接触玻璃比较困难 我们又来到了大棚外面 这时我们发现 前方的房顶上 站着一名工作人员 随着一阵滋滋的响声 一台机器走上了屋顶 我们在清洗屋顶 我们每一个温室 顶层玻璃大约有十几万块 然后侧墙玻璃十几万块 一个温室的话 有一个屋顶层以机 刷完一遍的话 大约是二十多天的样子 咱们为什么要清理这个玻璃 清洗这个玻璃 我们把这个玻璃上的泥土清掉以后 玻璃的透光性会增强 有利于我们作物的生长 然而令我们奇怪的是 清洗之后的玻璃 似乎并没有变得透亮许多 依然是模糊不清的 这到底是一种怎样的玻璃 它和普通玻璃又有什么不同呢 为了揭示玻璃的秘密 李主管找来了一块 温室大棚玻璃的样品 塑料大棚的塑料膜 和一块普通玻璃来进行试验 当光线穿过普通玻璃时 投影中的图像几乎没有变化 当光线透过塑料膜时 图像变得更加柔和了 而换成温室大棚里的玻璃后 图像就完全模糊了 通过咱们的实验 我们得出来这三种玻璃 它这个透光性是差不多的 但是我们温室专用的这种 复法玻璃它有更好的散射性 原来大棚的地面之所以看不到影子 就是因为屋顶的玻璃 有很强的散射性 那这和番茄好吃又有啥关系呢 它的光照是比较均匀的 比如说植株的话 收热的话 它是比较舒服的 舒服之后的话 肯定它的长势就比较好 口感也比较好 糖度它就可以达到五点几以上 就在这时 我们又发现了一件 匪夷所思的事情 这地面上明明有大片土地 可这儿的番茄 偏偏要种在一个个 长条状的白色塑料袋里 而且这袋子装的 还不是什么土壤 这是我们的椰康 我们发现 每株番茄的根部旁 都插着一根管子 拔出来一看 竟然还在滴水 可过了一会儿又不滴了 那么 为什么就这样滴一点水到椰康里 番茄就能长得这么高大 接出又多又好吃的番茄 这滴水的背后 又是谁在控制呢 王主管说 要知道这些答案 得到隔壁去寻找 来到隔壁 空无一人的大屋子里 回荡着隆隆的响声 眼前对放着不少大罐子和大箱子 箱子里面装着一些浑浊的液体 它们会是用来浇灌番茄的吗 箱子的旁边 还有许多看不明白的机器 在不停地运转着 究竟是谁在操控它们呢 正当我们打算找人询问时 一个禁止入内的房间 引起了我们的好奇 这里面是什么呢 我们来到二楼的办公室 找到了技术人员王萌萌 请他带我们进去看看 就这么小的一个房间 对 我们温室所有的 灌溉视围都是在这个小屋里面上的 是要操作这些机器是吧 不是 这是我们的空小系统 你看 在这一台电脑上完成的 在这一台电脑上 这个好像也没谁在操控这个 对 我们不需要实时地操控它 没想到 给温室所有番茄浇水的 竟然只是一台待机的电脑 这是我们的一个灌溉系统 施肥机把肥料和清水缓和以后 精染地灌溉到 温室的每一颗番茄植株上 你看我们什么时候施肥 施多少肥 都是我们设置好的 我们就不用再管它了 原来 滴管里滴出来的 不仅是水 还有番茄生长所需的各种营养 用椰糠来种番茄 不仅节约了水肥 还可以更有效地防控病虫害 而除了水肥 可以精准地自动灌溉 温室里的温度 湿度 二氧化碳浓度 也可以自动调节 营造番茄生长的理想环境 哇 这个还挺烫的 这个这么烫 对 这个温度能够达到40多度 甚至还可以更高 这个可以设置 然后要保持我们这个环境的温度 在20度左右 没想到 仅靠一台电脑 就解决了番茄生长的各种难题 智能化的玻璃温室大棚 用功少 管理方便 有了智能的环境控制系统和数字化的管理 接触的果实不仅止水风润 自力饱满 还可以拥有酸酸甜甜的番茄味 说起寻找食物本位 还有一种常见的食材 那就是木耳 木耳还有一种叫做 捕林类的光感成分 如果人们直接现实 再经过太阳照射 就容易产生过敏反应 所以我们平常买到的 都是经过阳光曝晒的干木耳 但也少了那种 菌类独有的清香 不过我们在试试中 在面上发现了一种 可以鲜实的木耳 据说味道清香 更有木耳本身的那种郡香味 那这种看着新鲜 闻起来又很清香的鲜木耳 真的可以放心食用吗 根据发货地址 我们从北京出发 一探究竟 采木耳 有窍门 为何平盖 是关键 我们来到了一边 一片满是大棚的木耳种植基地 这会儿正值当地木耳收获的季节 一个个郡包上 长满了有黑发亮的木耳 十分新鲜 棚内的工人们 正在忙碌地采收着木耳 这里的木耳真的会有不同吗 为了寻找答案 我们找到了基地的负责人 于之超 它现在就是木耳最好的 就是这种 你看它的背面是这种瓦灰色 然后它的正面是那种很黑的颜色 你看这个其实很像耳朵 你先拿手感觉一下吧 特别厚 真的就很厚实 感觉 对 我给你打开 你看它里面的胶质 你看 打开撕开 它里面的胶质 感觉 在望处躺 感觉有点拉丝 那个感觉 黏黏的 这些颜色诱人 胶质饱满的木耳 为什么能掀实呢 我们还是先摘几个木耳 近距离观察一下 它们到底有何不同 可我们刚摘了没几个 就被于大姐紧急叫停 千万不敢这样摘 你看看 我看看你手里 你肯定摘烂了 你看到没 你看 你把这个已经撕成两半了 这我们拿回去 我们都是四瓶 就不能进包装的 因为它里面的胶就流失了 你看 你看你把耳根还留在这里 它很糟糕 它长不出来了 耳根坏掉了以后 它会污染周围的很大一圈 木耳都坏掉了 那这摘木耳到底怎么摘呢 它是很有技巧的 我们都是两个手指头 这样把它一下拽出来 你听它是有声音的 就是这样 这样 要用一点力的 这样 对对对 垂直的要用一点力的这样摘 对 这样摘 可不敢这样一下下去 编导在大棚里 认真练习摘木耳 就连速度也提升了不少 可这采摘技巧 会和木耳先师之间有联系吗 我们按照他们的技巧和速度 再次尝试 看看能否发现什么 我现在呢 就跟大姐我们来一场比赛 我就不信了 我还能踩得差到哪去 好 开始 比赛计时三分钟 时间到 停 我没有想到啊 看着很轻松的摘木耳 真的我现在胳膊要死完死了 摘木耳时 胳膊需要长时间悬在半空中 对比例也是一大考验 大姐告诉我们 在木耳长时旺盛的时候 他们每天需要持续这个动作 近十个小时 一摘就是十来天 非常辛苦 那这次的比赛结果 究竟如何呢 我觉得我摘得不少了 不过跟大姐的比比 这个差距是有点大 雨姐你来看一下 我们摘的木耳可不可以 好 我看看啊 我现在不说你们俩摘了多少 我先看看你们俩摘的质量怎么样 我再看看这个 我这学过了 没问题 编导对自己摘的木耳信心满满 可前来验收成果的余大姐 表情却越来越严肃 我们明明已经掌握了技巧 难道摘的这些木耳 还是不合格 哎呀 这不行啊 把这小的采出来了 它也没长成熟呢 你看 看这小的 这也太大了 这都成了大朵了 没想到 我们学会了采摘方式 却忽视了木耳的个头大小 可是太小的木耳不能摘 我们还能理解 怎么大了也不行呢 太大了 它这个边牙上已经成了薄片子了 脚趾早都流失了 这木耳小了也不行 大了还不行 那到底什么样的木耳 才符合我们日常的选购标准呢 我口袋有一个采摘神器 这个是个瓶盘 我们正常的就是 要求它采摘的大小 这个木耳的直径 就是在3.5厘米到4厘米 超过4厘米 它就采出来是一级的特级的 你看 这个就可以 余大姐说 符合这个标准的木耳 胶质饱满 口感弹脆 也可以作为 我们平时选购木耳的参考之一 那这种木耳 是我们要找的鲜木耳吗 这可不是 直接吃的 我还要带你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看 这可不是 这些颜色有黑 肉片厚实 长饰极好的木耳 怎么还是不能鲜食呢 那些可以鲜食的木耳 究竟有什么特别呢 在余大姐的带领下 我们再次出发 来到一片长满木耳的架子前 一眼望去 这里跟刚才的基地 也没什么区别呀 还是一个个菌包上 长满了黑黑的木耳 不禁让我们怀疑 这里的木耳 真的能鲜食吗 这就是我们直接可以 鲜食的木耳 仔细观察了半天 我们还是觉得 这些木耳 无论外观还是长势 都和刚才的木耳 没啥区别 这儿的木耳 为什么能新鲜卖呢 这鲜木耳 和用水泡发的干木耳 在味道上 真的有很大区别吗 这个是我采摘下来的鲜木耳 我还给你准备了一个 泡发的木耳 你先自己感觉一下 它有什么不一样 你先闻一下它的味道 感觉刚采下来的这个木耳 它这个郡香味更浓 再次对比后我们发现 泡发的木耳会稍微硬一些 而新鲜采摘的木耳 弹性更足 这个里面含的胶质 就是这个鲜的 它里面含的胶质 就是那种 你打开以后 它望着躺那种 但这个含的胶质也有 但是它是泡发出来的 它就没办法搭到鲜的那种 可令我们不解的是 都是木耳 为什么只有这块区域的木耳 可以鲜石呢 在我手里的这个 是可以鲜石的木耳 对 然后在这边的这个 是不可以鲜石的木耳 就我们就看一下 这个木耳 它们到底有什么区别 经过仔细对比 我们发现 编导手中的这个 可以鲜石的木耳 它的颜色略深一些 难道说 这些木耳可以鲜石 就是因为 它的颜色略深吗 木耳颜色越深 它鲜石的可能性会更大 造成木耳颜色不同的原因 究竟是什么 难道说 这两种木耳的品种不同 为了找到答案 我们请余大姐 分别找来 这两种木耳的菌包 进行现场对比 刚刚我看 我发现这个菌包 它外面 看起来没有什么 太大区别 那这个里面 是它们不一样吗 它这里面都是什么 它这里面其实是一样的 它里面就是墨蟹 豆粕 腹皮 就是它的一些辅料 它的配比配料 都是一样的 那是说这个木耳 它这个 就长木耳的这个 菌丝不一样 就是它的品种不一样吗 品种也是一样的 一模一样的 余大姐的回答 反而让我们更加困惑了 既然品种相同 养分相同 为何两种木耳的颜色 会有这么大差异呢 木耳鲜石的秘密 究竟藏在哪里 编导再次来到 这些木耳架前 寻找答案 它是可以动的 这个架子竟然是可以 这么着360度旋转的 不光是架子 看这个菌包 它也是可以这样旋转的 这有点奇怪 难道说这个木耳 可以鲜石 是跟这个 有点不一样的架子 有关系吗 一般来讲 木耳的菌包 都拿绳子 悬挂成长串 或直接摆在地上 如此奇怪的放置方式 我们还是第一次见到 这个架子 究竟是用来干嘛的呢 这是个立体塔 是木耳种植架 就是我们这土地不平整 就是为了解决 那个土地的问题 专门就做出了这个架子 把土地利用力 提高了七倍 就相当于住平房 和住七层楼 便于我们管理 这个是跟木耳 这个能够鲜石有关系吗 就这个架子 有关系 镇安当地 平整的土地比较稀缺 为了适应这里的地理环境 于大姐多次尝试 做出了这种既不受地形限制 又能摆放更多菌包的塔架 可于大姐说 木耳鲜石 虽说和这个塔架有一定关系 但还不是最重要的原因 那秘密究竟藏在哪里呢 你发现没有 刚才我们看的不能鲜石的 它是大棚里长的 现在我们这个是我们塔架上长的 大棚里它上面有一层膜 你别小看那一层膨膜 木耳能不能鲜石 它起了直接的决定性的原因 这么一层薄薄的塑料薄膜 竟成了木耳能否鲜石 最重要的原因呢 木耳生长是干干湿湿的 它长一段时间 然后我们要晒几天 让太阳暴晒几天再浇水 长一段时间 让太阳暴晒几天再浇水 有一层蓬薄的话 它就阻挡阳光对它的直射 你看我们上面什么都没有 加上我们这个塔架能旋转 它无死角的阳光去直射它的 木耳在品种相同的情况下 经历阳光的暴晒越充足 它的颜色也就越深 这也是最初 我们发现这两种木耳 颜色不同的重要原因 可为什么阳光暴晒 成了木耳可以现实的 决定性因素呢 我们电话采访了 吉林农业大学 石腰用俊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的 李长田教授 在自然界当中 很多的体物 它会产生土鲜 土鲜在光下的 它是会有一个战略的过程 光越强的话 土鲜的含量也低 鲜木耳中 还有土鲜这种类光干成分 确实是很多消费者 不敢掀视的重要原因 塔架木耳在生长过程中 长期经过阳光的暴晒 实则是将最后亮晒 干木耳这个步骤 在生长过程中提前完成 降低了土鲜的含量 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又该如何安全放心地 使用鲜木耳呢 加热的情况下 它是可以破坏 土鲜的这种土鲜环 而使它不致对光明的毒性 当然了 这个现实以后 我们需要闭光 这样的这种处理的话 也是对人类的一种保护 购买鲜木耳后 我们可以先用开水 超烫一下再食用 在品尝木耳鲜美味道的同时 也更加安全 好的 感谢您收看 今天的水之盘中餐 追根溯源探产地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啦 再见啦